好最新现场消息马上来关心的就是刚有提到 9名来自于韩国的旅客来到了加一些阿里山上的这个呢 达纳伊谷游玩 结果没想到受困在当地的部落 今天呢一大早 警销人员呢是立刻利用流龙要把所有的人给救出来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林小凡告诉大家 好主公画面上可以看到的受困在身上 三天的韩国旅客 还有台湾的旅客 总共有9名韩国旅客 4名台湾旅客现在终于被流龙救下山 他们一开始使用电动流龙 但是因为雨势太大 最后只好敢用人工流龙 把他们全部救下山 我们来听听稍早访问 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的黑气 对对对 我要好几次我们要好几次来 但是今天是有最次是第一次 刚刚做流龙会不会怕 有一定 我第一次有第一次做过 昨天晚上住在哪里 我们是有新美照会 里面 在山上待几天吗 我们礼拜一上来 就是我们三天 早上是听他们说有几位是上山 踩顺子还没有人还没有下来 踩顺子 主播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好不容易被救下山的韩国旅客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是教会的人 他祷告的时候就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因为这个过程实在太惊险 因为他们搭的流龙呢 距离这个溪水呢 有七层楼高 差不多有二三十公尺 非常的高 有人甚至在流龙上面呢 他们刚下来的时候是完全不敢下来 是抓紧流龙 都不放手 这样非常的恐怖 而且有部分的韩国旅客呢 他们坚持不要搭人工拉的人力流龙 坚持要搭这个电动流龙 不过也有韩国旅客 他们觉得这个搭流龙 其实还蛮安全的 也不会什么摇晃 所以还很高兴在上面 对着对岸的人 就比叶拍照 那还好呢 这个九名的韩国旅客都是 有惊无险的脱困啦 还有四名的台湾旅客 也都平安的下山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往旁边